1 2 1 1 2 1 嗨大家好 你们可爱的冰冰又回来了 今天冰冰给大家带来的 便是这款不仅能养怪兽 还能玩踏房的梦幻实验室 继续看Flip旗下的 模拟金银加对阵的RPG属游 在本作中 玩家作为一名怪兽研究所的主人 需要在实验室里 不断研究出新的怪兽 并派遣他们去攻陷其他研究所 那 打掉属于你的怪兽研究所吧 所谓的专属就是你独有的啦 不可能从天上掉以后这年 一切都得靠自己建造 帮自己的基地 城市 建筑当中取得成果时 现在也会乐在其中 那么先来踏实地学习搬砖吧 在自家后院中会有定期生产的素材 金币 手卫以及绿色结晶 利用这些技术材料 不值你的研究所 首先当然是城门 还有手卫 哎呦 突然发现自己好穷啊 高级的手卫都见到不起 没办法 自家生产人有限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还得去攻陷其他研究所 先拿洛基开刀吧 为培养实验室和怪兽并肩作战 之前说过 这是一款养怪和塔王相结合的游戏 研发出来的怪兽不是手办 而是要上战场的 每位出场的怪兽都需要消耗 箱定点数的能源 出使能源为十点 怪兽的出场数量也有限制 战斗时间为三分钟 所以不可能等到你建造天骑坦克群或一大波僵尸啦 每攻陷一座研究所都会获得相应的奖励 当获得S级的品价 就能取得敌方研发怪兽的技术 研发新的试图 组合设施配件 开发实验室 每当一场比赛结束后 无论是输赢 都要记得强化自己的怪兽们 开发新的怪兽 听说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 但研究所作为堡垒更是怪物们的家园 所以也不要忘记强化配件 配置盆景 巩固城门 射击塔等 本作拥有无限制的组合 150种以上的设施配件 随心的配置也是游戏的亮点 当然 庞大的家庭需要更多的成员 接下来 收集养成性格各一的怪兽吧 游戏中玩家可以陪日的怪兽有200多种哦 每种怪兽拥有各自的属性 剑 销 弓 魔法和制弹等类型的合理物质 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在这种碾压我方的防御板块面前 就要用铁球怪刚正面 想我先在后面大口奶 弓箭手自在安全的位置输出 对于那些想从空中偷袭的家伙 必须一个不胜的射下来 不话说回来 你不可能每场战斗都能取得胜利 实在打不过先回家来个十连冲 说不定你还能抽中稀有怪兽 开发怪兽权能 在紧急关头发动秘密武器一发递转 就要用铁球怪兽的 じゃーん お菓子のラボ完成 上に乗せるのは やっぱゴーレムでしょ ゴーレム お菓子のラボを守りなさい やべえ めっちゃ攻められてる どうしよう サイクロプス 行け サイクロプス よっしゃ あ やべえ 上 コスト コスト足りねえ あの エルフ エルフ 間違えた 自己的城堡自己建造 自己的快乐自己获得 梦幻研究所等你来发球 小庭育成バトルゲーム ファンタジーラボ 詳しくは公式ホームページへ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